我被打嗆的東西還可以講很多 像是因為我很喜歡用那個pop socket嘛 就是那個手機支架 然後就是我也很想做一個手機支架 我覺得好可愛 而且就是如果是小迪的臉還什麼 真的好可愛 但石膏也打嗆我 所以覺得這也是一個不能成立的東西 對好 欸我抱怨完了 歡迎回到社情守門員 我是石膏 他是小迪 他是阿強 我們是社情守門員 他直接旋轉 欸這就是叫做旋轉的 我剛剛經歷了一場旋轉 這個大絕招 大絕招 好的歡迎大家回到社情守門員 言歸正傳 我這幾天回家有在想一件事情 然後越想我就覺得 其實心裡會有一點小興奮 就是說如果有一天 我喜歡的人 就是像是偶像啊或什麼 明星打給我 打電話給我 其實是會很開心的欸 那為什麼會講到這個呢 小迪你要不要說說看 欸等一下小迪說說看之前 我可以打個差 那個game是要設25還是20啊 25 OKOK好不好意思 哇欸 而且很可愛 這個是第95集欸 哈哈哈哈 蠻屌的 蠻屌的 好那 那小迪你繼續說 好這個就可以說一下 欸為什麼小迪會打電話給 就是小迪們呢 就是聽眾們呢 我們其實寄或寄出去了一陣子嘛 但有發現說 欸其實萊爾夫或是 那大部分是萊爾夫的一些問題 他的簡訊好像會有點delay 或是那個系統顯示有點不穩 對那其實可能不只萊爾夫 其他超商可能好像零星有遇到一些問題 對所以我們就有一些名單 就好像需要打電話跟他們確認一下說 欸有沒有收到簡訊啊 或是說要記得去取貨喔 對那這個名單應該有40多人吧 那怎麼辦呢 因為有可能我傳簡訊 他們也不見得會看到 因為小迪就是一個不看簡訊的人 對所以 我就寄出了一個方法 打電話 打著打著 其實我覺得蠻好玩的 就是我喜歡一對一嘛 這個只有你跟我的一個狀態 所以我蠻喜歡打電話的 所以邊打我是覺得 欸還蠻好玩的 這個人聲音會如何呢 那他會不會覺得我是詐騙呢 因為我以為我開頭就會說 你好我是射行守門的小迪 請問是XX3嗎 然後通常他們會認住 我跟你講你是沒有辦法逼出小迪的那件事的 因為小迪那個是無意識在在進行這件事 所以你沒有辦法從他嘴巴說出這件事 那我就來幫小迪破題了 你們很想聊這個欸 我想說我先了解別的 一定要跟我聊這個就對了 你們兩個看起來不買單我剛剛說的話 沒有要買單 是不是很可愛啊 我剛剛真的就是說事情故事是這樣 反正小迪就去上廁所嘛 然後可是小迪上廁所這件事 我們就不會太意外 反正就是小迪就是常常在上廁所 但奇怪的就是 因為那天剛好是小迪正在打電話嘛 就他進去廁所之後 沒多久之後 他就開始跟人家講電話 然後我跟施高傻眼 我想說你怎麼可以 邊在上廁所跟邊跟人家講電話 然後反正小迪出來之後 他就說 對方又不會知道你在上廁所 只要你抱持這樣想法就好啦 他不會知道你在上廁所 那這個棒我就要接給施高了 就是施高好像有一些話想說 小迪那個太有自信 他就說對方又不會知道你在上廁所 我就被觸發到了 我的回憶庫就被觸發了 那我先演一段就是講電話的過程好了 然後先假設這樣子 我先學一段過程 然後你們覺得我像不像在大便 然後比方說好了 大家好我是施高 我今年32歲 然後我喜歡去大湖公園 請問你們這樣會知道我在上廁所嗎 你可能不只在上廁所 你還可能在做別的運動 聽起來有點奇怪 對但我剛學這一段呢 其實是有依據的 我覺得我們前陣子其實 應該是說一兩年前 蠻常就是在家工作的嘛 所以其實我跟小迪很常在線上開會 就是打電話打Line啊 然後過Meet 也沒有頻率很高 但是就是可能十次裡面會有一兩次 小迪剛好就是在大便 對 那小迪有時候不會跟我講他在大便 對 所以我就會聽到他在那邊 喔 這個數字應該是 舒服 然後那個 那個東西感覺是 就是他是無意識的 就是你知道小迪沒有刻意要這個聲音 但是有時候你知道那個排泄物滑過你的肛門的時候 你就會忍不住叫一聲嘛 嗚嗚嗚 啊 然後因為實在太多次了 所以有時候我接起來就說 欸你在大便喔 他就說 嗯 的確有幾次被他抓到了 對 那個對話就會變得有點斷斷絮絮 所以我就覺得 其實 為個學習 就是大便的時候 你其實不能講電話 因為你有時候那個滑過去的時候 你是無法控制自己的 那個神經的 你就是會叫出來 所以小迪一出來 然後那個自信的表情 然後講說 欸 他又不會知道我在大便 我就覺得 看 可能會知道 哈哈哈哈 提供這個第三方視角給小迪 欸 我覺得石膏講的是 是真的 對 但是呢 欸 我覺得你們就不懂了 你們就不懂我了 哎呦 我跟你講 喔 因為剛才石膏都講的都是真的 因為 就是因為他打來嘛 反正如果我真的在大便尿尿 我也 我會不加掩飾的 就是 就做自己 這也沒什麼嘛 對 如果他沒辦法接受 他就說 那我不想聽你大便 那你等一下再聊 但其實不會吧 有時候他也會說 喔 我也在大便 還什麼什麼之類的 對 所以 我們之間倒還好 但是呢 那天接電話的時候 因為我在裡面大便的時候 我在一個 就是小廁所間大便 然後 欸 有人回播了 而且這個開頭 是我 我大概認得的 但因為我自己手打 手key號碼 所以我就記得 欸 這個號碼 應該是誰誰誰 然後我想 幹 幹 我在大便 啊 我到底要不要接 我想 啊 不然我等一下回播好了 就是想說回播 我也可以記得他的名字 我在教訓他 但我想說 嗯 算了 越有可能越差距而過 可是我不想讓他知道 我在大便 所以 其實那時候我有清楚 你知道 三秒鐘我就做決定了 因為那時候我的狀態是ok的 我狀態其實已經 你知道告一段落了 然後我可以 不管是小號大號 我都已經告一段落 所以我可以不動聲色的 我就接起電話 我不有任何的反應 你知道 唯一他可能會察覺的 就是 欸 怎麼有點回音的感覺 你知道 這是唯一的敗筆 但他頂多就覺得 我在一個密室 可是我是 欸 很自然 欸 那的確是很專業 這是非常專業的 小滴有想到啦 欸 如果有聽眾 接到我的電話 然後你真的認為 在五秒內 你就覺得 欸 小滴是不是在廁所 你來抓我 如果你真的抓到我了 我就送你一個小東西 哈哈哈哈 不是我的大便 行放心 送什麼 我也不知道我要送什麼 很真實 就是一個我喜歡的人 然後 他這麼真實的打給我 然後又真實的在做 他自己的生活 不過我覺得 我參與了很多事情 如果我真的 40幾個人 如果我聽了這一集 我就會開始想說 欸 我剛好也是有接到電話的 然後那 就是代表說 這40分之一 有機會是 小滴打給我的時候 他正在大便 哈哈哈哈 這個狀態其實蠻屌的 就是有一種 不知道 哭笑不得 對 會覺得蠻悲然的啦 因為我的人設 可能就是 常常會 就這種死尿 好像有點不離開我這樣 死尿 不離身 哈哈哈哈 但那時候 欸 我接得非常有自信 欸 因為我秉持了一個精神 就是 他怎麼知道 我也在大便 只要我不講的話 而且我是不動聲色 他怎麼知道 的確是 的確是 我覺得如果你有意識 然後知道說 自己已經大碗了 那還OK 對 我是有控制的 對 我非常震驚的 就是跟他互動 哇 好棒喔 真的好棒 我真的是心情很複雜 但是我的說什麼呢 這就是小滴啊 欸 那史稿 他是覺得 如果他接到這個電話 他就覺得 是開心 那如果是阿強呢 我會 我就是會說 你現在是不是在大便 那你就直接拆穿我 沒有 可是就是看我們熟不熟 因為如果不熟 我就不需要忍耐 就是我也沒有想要跟你探討這件事 所以如果熟的話 我說你現在是不是在大便 然後他說對 然後我說好 那等你到 我再打給你 然後我就會掛電話 因為我沒有想要聽你大便 喔 是喔 所以你是會掛電話的喔 為什麼你要聽人家大便 我真的是一點興趣都沒有欸 但有時候就是這個時候聊聊天 或者是這時候講事情 就特別有感覺 我無法欸 就是大便對我來說 是一個非常私密的空間 我連大便都一定要放音樂了 就是 我必須要掩飾 我就是炸裂的聲音 所以我是一個非常 一定會在大便的時候 放音樂的人 對耶 了解 所以反過來 其實你在大便的時候 接到電話 你也一定不會接吧 我平常就沒在接電話了 所以其實那些會接電話的人 做什麼都沒差 我就是我不怪任何人不接電話 因為我真的自己沒在接電話 嗯 就是 對 好 那我接下來我要繼續延續一個 就是我開錄前 就想問小迪的問題 就是說呢 我們之前大家不是每個人都買了 一袋一袋一袋的耳機 就是大概 我已經觀察一陣子了 就是說 大概近三至四個月 小迪根本沒有在戴那個耳罩耳機 哎呦 要不要抽出來 抽獎 對啊 所以就是 我們差不多是時候要變賣這個耳機了 但是在最後一次 請讓小迪你辯解一下 你辯解成功的話 我們就不賣 但如果你辯解失敗 我們就會公開拍賣 所以問題是說 我為什麼都不用這個耳機了 是嗎 對啊 為什麼 我們前面之前有聊到說 我之前不用的原因吧 你是說一直沒電嗎 其實 那我講一下好了 兩段式的好不好 你說 之前一直不想用 是因為 我每次 因為它是一個藍牙無線耳機嘛 對 那它其實你每次都要按那個開關 然後去連那個藍牙 我就覺得很煩 我想一鍵插入 聲音就開始播放了 你懂嗎 但就是我好像不喜歡按那個按鈕 然後有時候藍牙連到電腦 連到手機 往那邊切來切去 我們有這個 0.5秒 插進去就 接收到音樂的快感 因為有一次 我就跟史稿跟阿強講 然後你們兩個就幫我解惑了 就說 那你應該用線啊 對啊 對吧 然後因為我線弄丟了 所以我就上網買一條線 然後就開始用了一陣子 對吧 我那時候一直用對不對 那後來為什麼不用呢 就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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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還是有在用 但我等一下講一下 我什麼時候用 但我的確比較少用 那因為就是說 就是說 就是說 你先聽我講 你先聽我講 好好好 對不起 有時候沒帶出門是因為它就比較大嘛 所以我會想說好那今天不帶出門 可是在家不是有時候也會插著電腦聽音樂嗎 或是怎樣看影片 對 那這種時候呢你知道 因為有時候回家晚了 夜深冷靜了 如果你要看一些片的時候 你知道如果用這種耳機 它聲音很大 哈哈哈哈哈哈 你懂嗎 就是 它音質很好 很棒 可是相較於一般那種智障型耳機 它的聲音會有點有擴散力 啊這麼寂靜的夜晚 會劃破我家的這個寧靜 你知道嗎 我和我爸媽和阿嬤的房間是連在一起的 對 啊如果插進去 就有聲音在 啊啊啊啊 這樣合力嗎 對 所以我就用一般耳機 蛤 蛤 什麼 什麼 這是什麼 你答不得 欸你零分 這題 這題零分 我看你只考作文 這題我肯定給你零分 零分嗎 為什麼 我是問你 你好像沒有回答問題 我是問你說 為什麼我平常看見 我會平常 我會看到你在那邊 呃啊啊啊 不會嘛 所以其實你在家裡 又不用逛我屁事喔 哈哈哈哈 你在問我出門 出門不用嗎 就是你其實一直都沒有在用 你連出門也沒在用啊 不是啊 出門我剛才講的 出門就太重了 出門要撿貨的時候 東撿一個 就是我的牙套 各種撿撿撿 然後發現 這個大耳機 你要先把它塞到盒子裡面 再把它綁起來丟到包包裡 這動作就比較多了 所以但又一條線 你把它拉起來丟進去就結束了 大家可能低估了我這個懶惰 到底是多懶 我連按那個藍牙開關 我都不想按 我跟妳講 那這個懶惰 就可以完全直接帶入 我們就是上集留下的伏筆了吧 哎呦 其實很會接 就是這個懶惰 到底是不是跟基因有關 這是我的問題 就是怎麼說 就是小迪的這個懶惰啊 雖然小迪自己也有 就是意識到這件事 他就好像也有講過 但我真的是深有共感 就是覺得說 他只會在那種危急時刻 真的是差點要被惡意 或者是 就是他知道真的不能再搞了 他就會衝起來 然後又就是很棒 但就是如果他很勤奮的話 那個棒會 就是會再更棒 你是了解我的 我也了解 我現在也比較了解我自己 怎麼說比較了解 以前沒有意識到 我覺得可能對自我的了解 是慢慢來的嘛 因為從小時候 然後到可能國小國中 然後藉由一些 例如說課業的表現 或是什麼體育的表現等等 開始形塑說 誒我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對那以前可能國小成績就還可以 就是會覺得 誒我稍微用點力 好像就可以考得還不錯 然後上了國中 但其實東西開始變難了嘛 但我還是就是 那種念出態度 就是稍微看一下 然後平常也愛看不看的 但因為考前 還是可以衝刺一下 其實也有考得還不錯 然後那時候我就會覺得 誒其實我蠻聰明的嘛 你知道 內心會覺得 誒其實我應該還不差 但因為我都付出這麼少的努力 應該還不錯 對 所以我就誒 反正因為高中沒考好 然後高中的時候 我又覺得誒我明明搬上吊車尾 但我又覺得 我覺得我會上台大 但我還是沒上 因為很懶 因為我不知道 我就會在睡覺啊 打信場啊 然後一直到大學的時候 我想到好吧 那大學的時候 我要更認真 我研究的時候 我可能會考得更好 然後就我也是 一直被扼壓被盪啊 哽咽 就是有一次打醒我了 我可能也有講過 但還是可以再強調一次 就是我國文也被盪了 我就想要重修國文 然後就有個學姐 因為她也被盪 她說誒那我們一起揪一下啊 就是我們看 修什麼時候的課 然後她選了一堂下午的國文課 我說誒不要 我想要選那個早上的 那個早八的 然後她就說 誒你還不了解自己嗎 你覺得你喜得來嗎 然後我就說 我其實那時候內心是有點 誒你怎麼這樣瞧不起我 因為我想要早起 我想要規劃我的生活 例如說早起去上國文課 然後我就可以吃早餐 然後可能去練舞 你知道就想得很美好 所以我跟她就分道揚鑣了 然後最後呢 我早八的確很長不起來 然後最後我國文被盪了 她過了 所以從那一次以後 她那句話我記得非常深刻 誒你還不了解你自己嗎 我了解了 這當頭棒 誒我沒K 其實小迪 小迪就是需要一直這些當頭棒 小迪真的他理解自己的過程 就是比如說常人 比如說我可能三次 然後石膏可能一次 小迪他媽的要三千次 小迪到現在 他也是不會承認自己喜歡睡覺 所以我們還要再繼續打他 我們還要繼續打他 就是這個要繼續打 誒真是完美契合 你現在這個故事誒 誒實際上沒錯 就是這樣 我覺得我已經進步蠻多的了 就開始接納這樣的自己了 因為 我覺得以前會想要逼自己找八 還是幹嘛幹嘛 你就是希望我自己可以成為更好的人 你知道嗎 我想要早起 我想要就是更好 那我就是做不到 我就一直在這個輪迴 我最後接納了 好吧我就這樣吧 對我不逼自己了 對我也想聽聽看石膏的懶惰 我覺得我的蠻專一的 就是只要跟以前念書 跟念書系列的我全懶 我們家族流傳一個故事 我們家以前我阿公有做生意 對然後我阿公在我家 是一個非常非常凶的人 他凶到是說沒有人敢跟他講話 對就是很傳統很傳統 然後很嚴肅很嚴肅 就是連我阿嬤都不太跟他講話 他就是也不太管家裡 他對家裡的要求就是 你小朋友你一定成績要好嘛 對然後剛好就是說 我阿伯其實是一個蠻上進的人 對他就是都有好好念書 因為他是長子嘛 對然後再來就講到我爸了 我爸就是一個沒有那麼愛念書的人 他也是天生自帶的 對然後我永遠記得 就是我阿嬤跟我講過一個故事 就是說因為沒有人敢跟你阿公講話 但是你爸很有種 就是你爸就是真的很皮 然後也不知道在想什麼 然後你爸就是在那個 16歲要上高中的那一天呢 他就沒有去學校 然後他就用錄音機 然後錄下了說 爸爸我不想念書 然後播給我阿公聽 然後我阿公氣到 把我爸打到流血 哇好兇猛喔 對所以我就包含說 以前所有人對我的評價 就是說你就是像你爸 你就是跟你爸一樣都不愛念書 對我就懂了 就是這些東西 其實一開始就已經決定好了 基因決定你愛不愛念書 所以就覺得 那好像是一種習性 這又要講到一件事情 就是說如果以學歷來講 就是我在我媽那邊的學歷 就是他們整個家族 所有表哥表姐裡面 表弟表妹妹 就是我的學歷是最差的 但是在我爸那邊的親戚呢 可能是數一數二的 你懂了 所以你就知道 這兩邊其實 水平就不太一樣了 對所以我就 給我意識到一件事情是說 我覺得那其實不只是基因 就是包含說 你從小養成的整個習性 然後你在你家 大家怎麼教育你 然後跟你掌握的資源 什麼什麼什麼 就整個風氣就不太一樣 我的印象中 我爸從來沒有叫我去念書過 我想到的畫面都是 他跟我看麻辣鮮絲 然後他跟我去買鹹酥雞 看好帥喔 看麻辣鮮絲很帥 然後他帶我去看電影 然後有一天晚上我還說 爸爸我們今天可不可以一次看兩部 他也陪我看兩部 哇 好棒喔 他一直都是這個角色 他這個角色也不是只有對我這樣子 他對我的堂哥堂姐 就所有人都是這樣子 然後我堂哥堂姐 他們甚至就是有一個習慣 是如果今天想要買什麼東西 就會找我爸 因為我爸都會買給大家 哇 好讚喔 你爸是很帥氣的大人 對 但是你要怎麼說呢 他帥氣是 我們看他帥氣 就小朋友都超喜歡他 對就像之前有講到嘛 他是會跟我們去漫畫店租內衣交付 然後跟我們熬夜在那邊看的人 好酷喔 很有趣 但你想想看 我媽我阿姨這些人怎麼看他 他們會開心嗎 我理解了 這個年紀還給我走去漫畫店 看內衣交付 對啊 他們可能不知道了 很多事情我還不能講 我才知道不能講 所以我就覺得 其實基因可能是第一關 色素區那一刻 就只刻在這個身上了 對 然後再來就是說 他的教育方式 跟他跟我們的相處方式 其實就會讓你不知不覺 你其實根本沒有意識到 就是說 學歷與否重不重要 然後但是又要講到一件事情 就現在大家可能會覺得 我好像會吉他 會什麼會什麼 那其實也跟我爸有關 因為全家也只有 他會讓我去做這種事情 對 因為剛好提到嘛 就是如果你以學歷來看 我爸這邊是偏比較不愛念書 我媽這邊偏一定要念書的 所以這次的東西有拉扯 所以我想學吉他 我當然是跟我爸講 那他人大概二話不說就答應了 好帥 對 然後包含我的第一把吉他 我的吉他相關的東西 都是我爸買給我的 只要跟讀書無關的事情 他都是最大贊助者 好棒喔 我覺得這很棒耶 因為他就是順著你的 視性發展 就是順著你的喜好跟你 對啊 他沒有強迫你 他完全沒有覺得 我要變怎麼樣 然後他就是 你想幹嘛你就幹嘛 對 但是我覺得這個 這個的反面就是說 其實很多我們家族裡面的人 都會說 我爸太宠我了 對 但我覺得 我覺得這也是 所以這時候就需要 我媽這邊在抗衡 要在我媽這邊就是 你要中規中矩啊 你看我們是一個 每年會開簡報大會的人 你會知道 對這個品性啊 對這個行為 對成就有多要求 但是我沒辦法抗拒 因為我一半 還是我爸 所以我還是會長成他那個樣子 基因就刻在那了 好不好 對啊 刻在你心裡的基因 所以我就覺得很有感覺 就是說我今天會長成這個樣子 其實我爸給我的東西 有好的 有很多壞的 對啊 包含說 我以前打棒球好了 我會那麼喜歡棒球 然後看那麼多球賽 都是他帶我去的 這是一個真情告白 對啊 我是你爸聽到這一段 我覺得會 會很感動 經理這麼一說 我其實現在就在想 到底為什麼我那麼像我媽 啊其實這樣想一想 還就是真的 還悟出了一些道理 就是因為我的成長生涯中 其實我爸沒有太多 跟我們一起 就他也是一個 就是可能出外賺錢的角色 然後所以其實 我的養育都一直是我媽帶著我 然後可是其實我媽 就是基本上是一個瘋子 就是很嚴厲 從小我的教育 就是一直就是要讀書嘛 然後反正他就是 在我很小的時候 他都會對我很凶狠 然後所以其實 我也就是默默地 接受這些事了 為什麼我可能 對讀書相關的事 沒有那麼抗拒 可能就是因為 我媽從小就是 一直這樣就是 對我很凶狠 然後我就會造作 然後我可能就是 已經是某個形狀這樣 就是我同時 那麼抗拒我媽 但又那麼像我媽 就是因為其實 捏造我的過程中 就是我媽在捏我的啊 啊我看到了一切 捏捏人 對啊 我看到了一切 也就是他那樣 所以我那麼喜歡逃避 或者是什麼中途 跳車跳game 啊就是看著我媽 在那邊跳車啦 跳車跳game 原來可以跳車 原來可以跳 我的興趣就是 跳車跟跳game 其實這也就是 看著我媽 我覺得這是一個解決方式 然後我就學他這樣 就跟捏捏人一樣 我覺得阿翔 剛才其實提到 就是我覺得有基因的部分 也有就是 可能環境或教養的部分 對啊 我相信欸 對啊 你跟你媽是真的蠻像的 真的好像 因為每當我們在錄音的時候 後面突然走出一個女子 我就知道 啊他就是你媽 真的好像 因為髮型就是很像 髮型都一樣 髮型跟輪廓 太像了 就是像到 就是長相什麼都好像 我就蠻恐怖的 就是我會覺得 就是到底怎麼搞的啊 我真的相信基因欸 雖然大家常常說 什麼人定勝天 或是人可以改變環境等等 欸但我相信基因 對 但你可以先講一個 就是我前陣子 蠻常被講說欸什麼 什麼很像 很像我阿嬤 就是他說 我媽 我媽和我爸就說 啊你 你就是像到你阿嬤啦 啊像到哪裡呢 像到那個 圓臉跟雙下巴的部分 哈哈哈哈 他說啊你就是什麼 他用台語講什麼 你這個腫 就是像到你阿嬤啦 啊你阿嬤就是那種 胖胖 胖胖胖 就是那種 比較那種 肥胖基因 會肥胖的 所以那難怪你會這麼胖 然後我就 跟阿嬤有開心嗎 阿嬤在那邊笑笑 嘿嘿嘿嘿 阿嬤這就是胖胖 是丟我啦 什麼 呵呵呵呵 看 呵呵呵 我就 但我看一下我的短下巴 跟我的雙下巴 然後再看一下他的 就欸其實是 有一種同個輪廓這樣 阿嬤我是你的孫啊 欸對對對 因為他會覺得開心啊 因為他就是 奶奶是喜歡孫子 對啊 但如果要說到 基因跟我爸媽 我覺得可能很多點可以講吧 可是我覺得讓我印象深刻的 就是也是最近才一個 一個回馬槍打到我自己說 哇靠原來是這樣喔 我前陣子不是很釣魚嗎 然後我那個迷其實 我就是自己覺得好玩 因為去澎湖 我想說欸有大海我就要釣 或是釣蝦有的沒的 但我釣著釣著釣著 然後大家才說欸 問到說欸那你家人 有其他人會釣嗎 我就想啊幹 我爸會釣魚欸 就我爸以前釣超瘋的 他以前會跟我 我阿公出海去釣魚 然後以前 我家有吃不完的 Totu跟卵絲 我每天冰箱打開 全部都是卵絲 他可以釣個 五六十條 七八十條 一夜 然後白帶魚 就吃到我不想吃了 就我爸以前是如此痴迷 我就覺得欸 幹我 我竟然這個 怎麼會跟他一樣 對那我只是想說欸好吧 就是同一種事 然後也還好吧 對那一直到 就是我去韓國嘛 我爸跟我去跳舞 然後我才讓我想到說 欸我爸很喜歡跳國標舞 然後我喜歡跳街舞 欸我們都喜歡跳舞欸 就是欸 我覺得這也是 一些基因跟骨子裡 注定好的欸 就是我們喜歡的東西 真的是蠻像的 其實我們家有 我和我哥嘛 我爸我媽 那其實我哥 向到是我媽 然後我 我其實向到的是我爸 真的喔 對啊對啊 如果你看到我們四個人 你就知道了 就很明顯 我就在想 就是因為我也有姐姐嘛 可是因為我姐很小的時候 就高中的時候 她就自己獨自出去 在外打拼嘛 她就真的是有長出 自己稍微一個形狀 但她好像比較像我爸 一點點 但因為我就是 一直耳濡目染我媽 所以我就是我媽 她當然我覺得 完全能理解小迪 那個就是哥哥姐姐 會各像誰的那種情況欸 你媽就近直接捏你了 在家裡人捏面人 捏出我的形狀 捏出一個迷你狀欸 就是真的欸 好恐怖喔 而且說到真的什麼興趣 還是什麼類似的話 我覺得很能理解欸 因為我媽有的興趣還是什麼 我就會發現 隨著我 我喜歡做的一些事 我會發現我媽當年都做過 喔 就是你知道我家有奇怪的非洲谷 跟奇怪的花瓶 你就知道我屯屋屁是哪裡來的 我跟你講 我媽超喜歡買怪東西 然後她以前很喜歡拍照還什麼的 就是有很多相機類的東東 喔對欸你也喜歡 後來我在玩嘛 然後她就跟我說 就是這東西就是很燒錢 你別搞 她說當她就是生下小孩的時候 她就那時候就把她相機全部都賣掉了 喔 所以就是我覺得她一直阻止我 可能前進某一些方向 就是可能因為她受過傷吧 還什麼的 然後就會告訴我不要這樣走 然後我會試情況看 我到底要不要這樣走 啊但大部分時候 我就是還是沒有在聽這樣 就是為什麼啊 好奇怪喔 就我沒有答案欸 我覺得大家可能聽到這邊 都會覺得蠻有共感的 你會突然覺得 欸幹原來我就像她 對啊 我在想就是說 其實我爸去把自己說不想念書 然後錄下來 然後放給阿公聽 我覺得這一段 其實這個就是我也有可能會做 就是這種很野小 不知道在幹嘛 那我好奇 她錄好以後對不對 那她錄好以後是說 就放到阿公桌上 然後她溜出門嗎 就等她自己聽 還是她當面一起聽 喔 她據我阿嬤的說法 她就是就是說 欸爸爸我有事要跟你說 對然後就在她面前 然後按下那個錄音機 然後在她面前播出來 然後阿公氣到一個不行 直接那個藤條拿起來 開始抽她 哇欸 那這個是真的有點 欸小的 真的很丟欸 對但是 她的邏輯很單純 因為我爸也有講過這件事 他就說 因為她就是不敢跟阿公說話 所以她 就算在她面前 她還是不敢開口 她連開口的勇氣都沒有 所以她先錄下來 是這樣 但勇敢的講出來 真的是蠻帥氣的 因為我覺得一般人 真的就會開始逃避了 因為我好像可以理解說 你剛才形容你阿公的那個兇 兇到就連你爸 就是都在用這種方式 來跟他溝通 如果是搬到現代 會怎麼做啊 是可能傳Line嗎 就傳Line 錄一個語音 爸爸 我不想念書 其實傳個語音 文字訊息 我覺得其實就夠了啦 那電話就會打來了 對 電話打來不接 欸爸我不當兵 我要當替代 乾 control 給我去當兵 活 那小緻呢 小緻你覺得你是 你是 drawing 你是 gibo 其實我覺得 因為我爸媽是一起帶我 我覺得一半一半 個半 然後如果以性格來說 我覺得應要說 其實因為我是近幾年 才跟我爸 其實有這麼多 密切的接觸 因為以前就是一個 他是爸爸 我是儿子嘛 我们是这样的关系 我爸赚钱养我 然后我爸对我们很慷慨 我姑姑还是我亲戚都说 我们要天上的星星 我爸都会栽给我们 就是我爸对我们是好到这个程度 对因为以前我们家就是 蛮常为经济所困的 所以但我爸就是 每当你跟他要钱 或是要什么 要买什么 我爸就是会一直偷出他的钱 就是他哪里这么多钱 反正他就是为了满足我们 就是会做这件事情 近几年开始跟他密切接触嘛 然后我发现我爸异常的敏感 就很会观察人 然后就揣摩别人行为背后的原因 我就觉得干这部分我应该想到他 因为这部分 这部分不是我妈会做的 我妈是一个很乐天 然后很不会到想很多的一个人这样 但我爸是 我觉得他真的蛮敏感的 很细腻 对但有时候细腻 细腻你看出些什么 但那是你的假设嘛 你可能往比较坏的想法想 也有可能是往好的想法想等等 然后我记得像我爸 有一次他要开车载我出去 因为我们家有机械车尾 然后就在那边等那个车上来 然后就看到有那个维修人员 好像在定期保养检查 然后这时候我爸就 我爸就一直看他们 一直看他们 我说你干嘛一直这样看人家 就是有点奇怪 然后后来我爸在车上来跟我说 你像不像他们那个照片都在随便拍 是不是就想要这样交差了事 什么我要去问问看管理员 他们都有没有什么检查 那个东西真的有涂油吗 我说哇你想那么多 没有吧 应该都会乖乖弄 你怎么知道 如果他这样随便给你拍照照 社会就是要有这样的人 因为机械车位很危险 所以他其实有这样想 就是有这样推动其实是好的 应该还有另外是 我以前应该讲过 就是我家大型家具要回收 那就是放在一个固定的地方 然后隔天那个回收厂 回收局会来收 然后我们刚放完准备要走了 然后就只是路人经过再看一下 然后我爸就不走了 我爸一直看他 他说欸那个人想偷我们家家具 我说没有吧 他只是路过看一下 那你家具就要丢了 你给他拿走有什么关系 他说没有 你知道现在很多人都喜欢那种 这样把家具偷偷搬走 但我爸没有要回答我问题 因为那是我们不要的家具 看 他连眼神就可以看出别人 就是你知道 他很常跟我讲这种分析 原来是这样 哇欸这个超敏感 这过度敏感的 过度敏感 这蛮屌的 但我爸偶尔会跟我说 有时候爸爸会想太多 或是怎样怎样 那我是不是要去看一下心理医生 什么什么的 他可能有稍微意识到说 有时候他自己的一些 我不知道 那其实也是蛮可爱的 像我妈感觉就是 我妈有一面好像就是 比较傻 比较没有心机 或是说比较乐天的感觉吧 我觉得我蛮常心蛮乐天的 不然就是不会说 我吊车尾 我还想考台大 或是什么考建宗那种 就是有点乐天 然后我妈在商业上 好像也算蛮做的 就是想要追求一些 一些成长 然后可能也有反映在 我在工作上 或是我想要追求一些东西 这样 对我就有点像 但我觉得后天的教育环境 其实也是蛮影响的 对啊其实是 刚才都在讲基因嘛 然后为什么我会成为CP值教主 其实也是我家里给我的观念 你说 因为我妈从小就是 很会省钱 就是像我们有钱 我们都会想要买零食吃嘛 就是买一些好的 但因为我妈太省了 所以我那个行为就被拉回来 就我妈省到是 她可以永远不吃外面的便当 她永远就在带家里的食物 然后不管是剩菜剩饭等等 我妈一个月可能花的钱 可能就是一两千块 就可以过火了 我妈超会存钱 以她的这个薪水 然后她存到了蛮多钱 很多房子 我们家的房子 很多钱都是她出的 对 所以我就有点耳如目 她就说不要浪费 然后东西要吃完 或者说一块钱也是钱 就是类似这样的教养 就是一直被耳如目染这样 CP值教主 之所以我会成为CP值教主 就是这个原因 那我之所以成为非洲古教主 就是因为我妈喜欢买怪东西 对 其实很有感觉 10号成为野小教主 我喜欢我爸的放荡不羁 Respect 我好喜欢哦 我可以讲你这次 要硬成一个T恤 我喜欢我爸的放荡不羁 放荡不羁 对 而且我以前常常听到 我阿姨或我妈在那边讲说什么 你爸那个个性很不好 你爸老是就是有钱 就出门就想请客 然后在那边乱花钱 就是很喜欢交朋友 然后很喜欢在那边 那个花钱就是不手软 你不要像你爸这样 存不到钱啊 我懂了 好像跟你有点像 对 你只要是 我跟你讲 我爸点餐都点超多 实搞在那种派对场合 花钱不手软 你 你就是你爸 你就是你爸 他为了要让大家尽兴 他就会就是冲了 不管是金钱还是这个食物 我没有那个计较钱的这个基因 在我的身体里面 跟我爸一样 大家现在知道 借钱要找谁了 就是我爸 你知道前几天 我跟史稿 我跟大卫 我们就约 就是吃饭喝酒局 然后就一坐下以后 大卫跟我讲的第一句话 就说 拜托菜单不要给史稿 拜托菜单不要给史稿 看他吧 上次点太多了 上次吃根本就吃不完 拜托你不要再给 不要再给他 然后我说 好了好了 他说 我们今天喝酒 我们今天喝酒 大卫先点了一些餐 大概点了三样吧 然后我就加点了 可能也是两三样 然后后来我想说 应该也差不多 然后我就给史稿看一下 然后就结束 然后结果后来 餐就一直上 一直上 一直上 然后上到最后 他的确是有少点一点 然后David就说 你这么点这么多 他吃不完 他就说不要给他了 我跟你讲 其实我懂了 我其实这一切的行为 都有一个核心价值 我会很想要我的朋友开心 然后我会很想要 朋友都有吃饱 我也希望你们不要觉得 今天就感觉 没有吃到是很爽 会怎么样 畏畏缩缩缩的 这样吃的不够尽心 对对对对 但我觉得这就像我爸 因为他就是很爱 照顾他的朋友 极致爱照顾他朋友 他极致爱请客 诶石靠你 我们终于知道 为什么你是你了 你这些行为 真的都有一点解释了 我终于了解了 为什么会是这样 我觉得很有趣的一点 就是在我妈他们那边 看来这些都是坏习惯 那你爸会不会就是 会有点孤单 因为他听讲到 大部分亲戚 可能不太理解他的 是吗 对 所以我觉得他 难怪他还跟他朋友混 因为他朋友懂他 对他朋友懂他 我觉得也有一个很酷的 我觉得真的是 身为小孩 你真的会喜欢我爸 就是说五六年级 我很疯棒球 他是每个礼拜六 会跟我去国小打棒球 那打棒球是怎么个打法 是我们会打比赛的 所以他会跟一群国小生 然后他当可能里面的一个 一类手或是投手 他是真的会下去参与的 所以你就会看到 就所有的国小生里面 有一个中年大叔 那就是我爸 好可爱 对 然后我爸还会做一件事情 会获得小朋友超喜欢 就是他可能快打完的时候 他会去买一堆饮料 然后跟水 然后来给大家喝 所以大家就觉得 你爸很棒 什么的 就会让小朋友超有面子的 你爸是孩子王 对 但我发现他可能喜欢做这件事 就是他的爱情课 可能请小朋友 他也会很爽 你可以讲 就是有钱的孩子王 以小朋友来说 有钱的孩子王 对啊 因为你想要买什么 你找他 他绝对会买给你 就是我堂姐有一次 我堂姐念设计系 然后他想要买一本书 两千多块 我还记得那个价钱 我记得那一天 就是坐在我爸旁边看电视 我堂姐就走到我爸旁边 说叔叔叔叔 我想买一本书 你可以买给我吗 然后我爸说 当然好啊 然后他就说 可是要两千块 当然好啊 我们等一下就去买 就是真的 那天晚上的行程 就是先去租漫画 租完去成品买他那本书 你知道 我从以前都一直超羡慕 就是有那种 别人的九九都就是会买东西 给他买什么的 反正因为我家的那个 我爸妈跟妈 都跟他的那个兄弟感情很不好 所以就是我没有什么这种福利 我好羡慕哦 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教养 就是说教养教育 或是一种环境的影响 因为我觉得如果我是他 我心里会很感动 就是这本书这么贵 但其实 但竟然就是马上 一不容辞的带我去买 然后可能就会 我不知道好好念 或是影响着很多东西 所以我有一天 有一个体悟是说 他可能在大人的眼里 他是一个可能不及格的父亲 但是在小孩子的眼里 他是一个满分的父亲 对 但是你要怎么权衡 到底哪一边才是对的呢 老实说 我也想过一件事 就是如果今天是存我爸带 就是如果我爸跟我妈都是我爸 那我可能会死掉 我可能会很惨 我觉得会很惨 因为太疯了 两个人 疯上加疯 就好险啦 所以刚好 我觉得一半一半是刚好的 我懂了 因为我全部继承我妈的反社会 所以我才要这样 就是慢慢的这样凹回来 还是什么慢慢的 借由其他成长历程 不然就是因为 我继承了一个人的疯 原来是这样 要吸取越多人的越好 每个人都有风的地方 有一种你越接近那时候的 你爸爸的岁数了 所以你就会越有感觉 你会知道说 原来他在 虽然我们现在都还没有小孩 但是他在这个年纪 他可能之所以会这样对你是因为 原来你们有一些东西 其实已经开始相像了 当你今天口袋有一千块的时候 你竟然发现 你跟他的滑法是一模一样的 滑下去我就懂了 所以就是说回这个懒惰 我就是因为 两个懒惰这件事情 就是我也认了 好不好 你也认 那我们今天聊的是基因嘛 其实你们在之前就想要聊这个话题嘛 然后一听到这个话题的时候 我就很有感了 因为以前我念发展心理学的时候 这就是一个经典考题啊 就到底人是受环境影响 还是基因影响 就是一个大家都想知道的答案 对 我都想知道 那你们觉得是什么 我觉得很中性的说 我觉得两个都会影响啊 但你要这个答案吗 还是我只能选一个 没有啊 都可以啊 我觉得基因可能决定一半 然后环境决定一半 那要抢呢 我就是在如果假如说我们没有今天这一番的谈话之中的话 我不想相信基因 我想相信环境 其实因为人的实验其实是有时候比较难被复刻的嘛 因为人就太多变因了 对 但其实通常这个实验做下来的结果是说 老实说大概就是一半一半 可能会飘忽在40%到60% 有人觉得基因多一点 有人觉得环境多一点 可是那你们知道说 这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实验吗 对 我想知道 到底要怎么用科学化的方式验证说 诶 到底基因的影响是什么 怎么样才可以有控制组对照组呢 双胞胎 没错 就是需要有双胞胎 对 那其实大部分的研究啦 我知道好像以前的时候 比较没有这种科学伦理等等 他们其实是有刻意的介入去做这种实验 例如说吧 可能把两个人拆开啊 有的没的 这是在很久很久以前 对 但其实后期的实验都比较是 可能例如说什么后设实验有的没的 就是说两个双胞胎因故 就是被不同家庭 或是在不同环境下长大了 就是因故 他们是自然造成的 但只是他们知道说 诶 他们其实是双胞胎 然后他们回溯 例如他们成长到20-30岁的时候 回溯看一下他们的 现在的整体状况到底如何 这样 对 然后其实有一派 就是基因论的是说 基因真的是决定了很多事情 尤其是你的性格 对 性格跟气质这样 这边他要讲的是说 性格跟气质 其实他指的是说 像以前小baby的时候 例如说你给baby一些刺激 例如说你拿东西弄他 或是戳他在干嘛 然后有些baby会很冷静 有些baby会哭 或是怎么样 有些baby会暴跳如雷 怒法冲冠 对对对 他指的是这个先天的气质 他说这个东西是 基本上就是很难被改变的 对 可是这东西到底 后期会延伸出什么 或是怎么被塑形 那就是跟环境有关 对 但基因真的是 影响了蛮多东西 然后我觉得他有个 比较白话一点的说法 是这样说的 就是说 因为基因真的决定了蛮多东西 所以有一种是说 你就是回到教养跟环境 就是有点是要因材施教 例如说这个种子 他种出来就是西瓜 但你不可能是期待 他成为草莓的 可能有人就是想要 硬要改变他 其实那他觉得活得很痛苦 因为他就不是该这样生长 或是这适合他 对 我觉得蛮有道理 对 虽然我觉得 我不知道小的个性 很不想承认说到底 我都喜欢觉得人定胜天 或者人可以决定很多东西 但我觉得好像不可否认 基因真的决定了蛮多东西 对 没错 万年考题 万年考题 但我觉得有时候想这件事情的时候 其实内心 当然你会先哇一下 哦原来我像我爸 但下一秒你其实会觉得有点惆怅 就是说哇 我现在才意识到原来我这么像我爸 就是你都得到一个岁数之后 你才会意识到很多事情 对 然后就觉得 其实哇 会不会太晚或者是怎么样 对啊 就是或者是说 我现在是我爸那时候的那个年纪 我可以理解为什么他那时候要这样子做 对 但是你就看到他 他现在又更老了 我妈最常跟我说的一句话 就是说你以后就懂了 然后他也会最常诅咒 我就说我以后就看你小孩怎么搞你 所以我跟你讲 我避免生小孩 我避免 我真的是避免 万万你有意识的在害怕这件事情 没有意识的在害怕 因为我知道我太像我妈了 我也知道我是怎么搞他的 所以我避免 我就斩除任何机会 我不想被搞 我不想被搞 就是我从小就一直在惹是生非 跟人家吵架 跟人家怎样 然后跟他吵架 或者是什么的 我唯一比较不惹事的方向 就是可能该读书的时候我会读书 可是其他的时候我都一直在惹事 对 因为我到现在还是持续在搞我妈 所以就是我不想 不想被搞 对 请让我一个人亲近的活到70岁 谢谢 但有时候其实你换个角度想 假设真的要有小孩 那你如果现在先有 其实他会先去搞你吗 因为有时候阿嬷都会先帮忙 没有跟我妈已经早就 我已经看出他这个冷酷无情的部分 他说他是不会管我们大家的 你妈等了这么久 终于要等到这个好戏上场 好戏上场 我看他怎么搞你 他没有要管任何人 所以他就是 以后你就懂了 你现在懂了吧 我真的完蛋了 所以我看我不想被搞 绝对没可能 没可能 谢谢大家 很棒 好像可以理解 我想到的例子是说 就是我哥和我子女 因为我子女真的好像我哥 就是他的长相跟个性 应该就有90% 我就觉得 就一个模子磕出来的 因为我哥的小时候 真的是一个皮到一个 有点夸张的 很夸张的境界 那他的小孩 我觉得也有点类似 就是很疯 他疯起来可以很疯 然后就是活泼乱跳 就跟我哥以前一样 然后我爸妈都说 我子女很像我哥以前小时候这样 然后我哥说 我以前是怎样很难搞吗 他说就是我哥 以前小孩要喂奶 喝奶瓶 然后我哥是可能吸了两口 然后他会把奶瓶 直接往门头砸烂他这样 然后砸到 就是灵机都会来抗议跟抱怨这样 然后就是他永远都不喝牛奶 他可能吸个两口 他会把牛奶瓶 可以丢出去这样 就是如此的叛逆 从婴儿时期就开始 因为以前在旧家的时候 那时候我才幼稚园嘛 然后我对我哥的印象就是 要么叫我在阳台 嘴巴张开 他吐口水给我吃 或是他拿沙通剂到处喷我 然后喷到我眼睛都是 然后有一次还喷到我阿嬷 我阿嬷也好像也 差点狭掉 然后还用死盐水在那边沖水这样 然后或者说 我哥说 我们现在来开始舔墙壁 然后把我家的墙壁 用舌头全部舔一遍 就是都在搞这种 哇那你看 那侄女怎么受得了 所以我哥和我大嫂 我哥和我大嫂很担心 他说他绝对严禁 他加入乐舞室 所以你哥有在怕这件事 大嫂超怕 他说哇 这个以后一定去夜店 每天要去夜店找他回来 真的 可是我跟你讲 我就挡不住 他太爱跳舞了 就是他很疯 就是他真的有点太 就是很活泼外向 然后古灵兼怪这样 我好奇是说 你子女像你哥 那你哥到底像谁啊 是你阿公吗 还是谁 你阿嬷是 干他到底这个 这个从哪里来的 还是流星打下来 我觉得他部分像我妈啦 我妈就是蛮活泼外向的 但没有像我哥这么 这么疯的 我哥有点太极端了 所以他感觉 发展出一个自己的基因序 然后开始 甚至传给他女儿 我觉得因为基因其实 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带一个光谱 就是说可能都有这个基因存在 可是我觉得可能刚好是 我不知道谁的基因 就刚好中了 打得好像极端了 极端了 这个极端感觉是一个强基因 就是他开始复制下去了 因为太偏了 因为其实你知道 我刚刚就有在想说 就是思考跟老师 感觉又有点像可能 思考的爸爸跟他妈妈的情况 因为思考是复制他爸爸 可是老师就是比较冷静的 有的没的 所以就是其实到时候你们应该还是会 就是又来一个 就是你知道 对 但我觉得有一个关键是 因为我已经被稀释50%掉了 所以我才有办法 我觉得他才有办法忍受我 剩25% 对啊 然后我刚刚又想到 其实我爸没有在生气的 所以我可能这个也像我爸 就是我不太会有情绪起伏 我只会笑 我只会开心 但是我不太会感到愤怒 我会感到愤怒 就是我爸跟我妈都很爱愤怒 就是我就是一个愤怒的结晶体 我想到是说我爸真的是几乎没有对我生气过 我现在就是回想我这辈子 他就可能对我生气两次而已 我后来回想起来 那两次其实都是偏我野宵 我记得第一次很清楚 可能是我大概 国小一二年级吧 然后他带我去逛顶好 然后我推到手推车很开心 然后因为我爸很爱穿拖鞋 他就在我前面 然后我就拿手推车去撞他 结果手推车的轮子去压到他的脚 他的脚就流血了 我爸那时候直接转头给我挥一个巴掌上去 你在干什么 那第一次被我爸打 我吓一跳 我整个人不敢在那边野宵了 你还流血 这超北达的感觉 这超痛的 对 欠打 我现在想起来就是欠打 我想到一个超迟的 就是也是看我爸很野宵 我可能不知道国小的时候 然后我第一次感受到 我的下面会肿胀 然后我觉得很奇怪 我以为我生病了 然后我去跟我爸说 爸爸 我的小鸟鸟痛痛的 我还记得 他马上叫他旁边 那天可能有朋友来做客 他就说 你去跟那个叔叔说 然后我就去跟那个叔叔说 我的小鸟痛痛的 然后他说 为什么会痛痛 就有时候感觉会有点脏脏硬硬的 我就觉得很不舒服 他们就一直笑 后来我爸就说 你再说一次 你再说一次 再一下你描述 怎么样 现在感受如何 感觉脏脏的 我怎么会痛 我记得那个叔叔还跟我说什么 是为什么会痛 你有看到什么小姐吗 我就说 没有啊 我哪有什么看到什么小姐 真的很靠北 可以想象 他们应该觉得超好玩的 对 一定超好玩的 我觉得 怎么讲 就是也让他们找到一些 就是自己小时 就是找回初衷吗 生命真的很神秘 看真的好好笑 但这个算是一个合格的健康教育吗 小弟叔叔你看看他怎么了 小弟叔叔肯定会就是把你拉到旁边 然后好好的 就是可能在厕所里面 然后跟你讲 我到底会不会跟他讲 我不知道 但我可能会先访谈他 也是想问他有没有看到小姐姐 没有我现在确认那个病因啊 就是他现在怎么了 对不对 哇 这很猛 我们又切了一小块石膏的蛋糕 就是 真的耶 这真的是突然间想到耶 对啊 而且我也是 不知道高中大学那时候突然间想到 想说干 我爸这样弄我 我那么诚心的发问 为什么会种种 但有可能他真的也不知道怎么回答我 其实我觉得是 我觉得当下可能真的不好回答 因为我们有些听众 可能小孩子刚出生嘛 你就可以想想看 有一天你的儿子问你 我那边种 小娘你要种种的 那你该怎么回答 你可能还有好几年可以准备一下 我也想听听看你们大家的回答耶 就是说 要是我是爸爸 我会觉得是一个 那是一个很重要的moment 就他如果问我了 我可能内心会会心一笑 觉得哇来了来了 他开始有反应了 就是性开始成熟啦 就是一个很神圣 可能一个蹬短的感觉了 会开心的是说 他来问我耶 他跟我谈认这件事情 还是会蛮开心的 你爸可以招设行守门员吧 不能吗 我有认真想过这件事 要不要找他来看 我好像高中乐团表演或比赛 我爸就有来看 因为那一次是一个比赛吧 就很幸运 我们的乐团刚好得第一名 然后据我堂哥的说法 我爸在下面就是哭了 哇真的假的 哇天哪 但我其实我的视角 完全看不到这件事情 因为我只记得 哇第一名 然后我很开心 然后我台下有看我爸 然后后来他还跟我说 我要先走咯 对 那是我堂哥事后跟我说 你爸刚刚在那边哭 我不能 这种故事 我鼻酸了 你爸自己好爸爸 会觉得很骄傲 对我可以理解 他就是会觉得骄傲 然后一开始学吉他 也是他赞助的 所以他会觉得 这东西 这是我赞助的 可能会觉得蛮爽的 之前就是每次在嘉义 只要有任何表演 他几乎都会到 那北部场温迪会来吗 肯定不会的啊 肯定不会的 点歌会来吗 台北场 但阿嬷可能是 真的没办法来 因为就是 我怕我妈干净点 阿嬷会生气 阿嬷可能会冲上 打我一顿这样 阿嬷可能头会晕 血糖会开始出现变化 血压突然120 我做梦都没想到 其实现在想一想 做梦都没想到 会去河岸留言 做梦都没想到 会去女巫店 真的是 生命真的是好神秘啊 我怎么会在那 好神秘哦 好神秘的一个支线 但总之 到时候相见了 好的 那我们来念几则留言吧 究竟有蛮多留言 都非常的有趣 那我先来一个 这个其实是一个 很热腾腾的留言 这个人叫做 口香糖都用吞的 他说 新生体检五颗星 他说 旺旺 今天早上忍不住来留言 穿着旺旺T的 我原本以为要度过 平淡度过一大的一天 更糟的是 抽血检查完 我的血还粘在 左手袖子的边缘 留下两道 生物使用痕迹 一系列检查 排出阿摩尼亚 还交出了血液 只差灵魂了 没想到 新生体检 到听力检查完毕 那位医生突然问我 请问你是 色情守门员的粉丝吗 我是他表弟 感觉超奇怪 我是他表弟 我是他表弟 什么意思 当下好想问他 你就是旧西郎吗 但很快又被推去 做其他检查了 by the way 如果有想问 艺术相关的话 尽管拿来 我不怕被阿强 问到恼羞 因为在高中 就已经接受过挑战了 希望有时间可以分享 其实这边 同时其实他还没留言前 我表弟就已经瞧我了 让我来看看 我表弟跟我说了什么 但是也要先证明 就是这不是 秋西郎 是秋西郎的弟弟 对 那你要给他什么代号 感觉叫他 水果弟弟好了 水果弟弟 水果弟弟 那个水果弟弟说 今天来北义大 帮新生做健检 有同学穿你们的衣服 然后我就回答 哇哈哈哈哈 获得年轻人的青睐了 水果弟弟说 我跟他说 是我表哥 然后我就说 好赞哦 竟然有相认 那他有开心吗 然后我表弟说 他微笑的离开 可能感觉我在说谎 哈哈哈哈 对 所以我 其实那时候他跟我讲 我想说 那可能是 要是我会觉得 你在说什么 的确 对 然后就后来 其实过一天 就看到这个留言了 很棒很棒 对啊 我表弟 因为他是护理师 所以他其实就是会 在这种场合出现 那就接下来的新生们 就是要小心的 你们随时随地 都可能会遇见 水果弟弟 然后水果弟弟就会问你说 请问你是色情熟门员的粉丝吗 其实就是旺旺提 真的是一个很好的识别 然后那你这时候就要问说 请问你是水果弟弟吗 然后水果弟弟可能不知道自己是谁 然后可能会想说 为什么我是水果弟弟这样 对 那你就要跟他解释 好的 谢谢水果弟弟 也谢谢这位口香糖用吞的 好的 那换小迪分享留言 那这者留言是这样的 他的名字叫做 没有你没有我 然后他的标题叫做 终于留言了 他说听了两个多月 终于追到89.4 我要声援小迪 我也超怕苹果的声音 但是水里可以的 好怕好怕 我跳这这留言 那为什么呢 因为我不知道 小迪好像有缘弱点 就第一个就说 如果你跟我同乡 我好像特别想学你 那第一个就说 如果你来同理我 我好像也想学你 然后因为 就是有人懂 就是对 苹果的声音真的很可怕 因为好像没有人懂我这样 所以他突然懂我了 我好像有一种 我被接住了 这个留言又延伸到说 就是也有人来IG私讯 也是看到很软心 因为大家来关心我的感冒这样 对 那就小迪也是这样说的 听到小迪一直咳嗽 可以试试看冰糖煮水梨 我以前也是感冒咳两三个月 但喝一个礼拜左右 就可以改善很多了 我说 又有一个 就是这种秘方 然后有个小迪是这样说 他说前一阵子 我也是一直咳嗽 我是每天干草泡水喝 喉咙会比较舒服 小迪可以试试看 我是觉得蛮暖心的 可是因为自从上次 也是那个可乐煮柠檬的事件 所以对于这种秘方 可是也不算秘方 会怕 我也不知道 因为我这个感冒真的太久 我可能真的 我下次再挑战好了 他绝对没有可乐跟柠檬那么偏 我觉得干草泡水 我觉得也是非常合理的 好的 那阿强再来几个 好 那我想讲一个 一个他叫做永远爱BL的几元 他说 我从EP0开始听 听到了EP21 没想到阿强竟然也看BL 我大大震惊 我从小学四年级开始看 然后上了国中 可以开始自己存钱了 我就跟我姐瞒着我妈 买了一大堆的BL漫画 那些漫画好像我们藏了好久 也不知道我妈有没有看到 所以现在非常之害怕 怕那些漫画全被没收 我跟你讲 这个人生道路 我肯定是经历过的 我以前超爱买漫画 我所有超爱买 年轻小说 全部都被我妈丢了 然后我现在到现在 还是会骂我妈 说你为什么不现在 把它留下来 就是为什么 我现在还可以看一下 之所以被这么 不能看漫画 原因是因为 我小时候在床上 我被发现 我就是偷偷看漫画 然后我就进室了 所以从此之后 我妈就是不准我再看漫画 但是他这样钢铁的意志 还是抵挡不了 我喜欢看漫画 所以我还是继续看 但就是一直看 一直被丢 一直看一直被丢 所以就是 我很有共感 就是这些漫画 肯定是会被没收的 但就是你成长的 必经之路 所以就是 肯定会被没收 但你肯定会继续看的 我有一个唯一一次 就是因为我那阵子 真的太爱看漫画 然后我妈真的可能不知道 我到底要怎么跟我相处 反正她有一次通融了我说 我真的可以去看的漫画 是叫做王家的徽章 你们这王家的徽章吗 反正她以前叫做 尼罗和女儿 我记得还在之后被改名 就是很久以前 就我妈那个年代 很有名的一套少女漫画 然后就也真的还蛮好看 它是一个穿越时空的故事 反正就也蛮好看的 我那时候看了也是蛮开心的 就是这是我唯一 跟我妈一起漫画 比较美好的回忆 你知道以前是有严重到 就是我妈会到 我们家附近的漫画店 然后说 如果你有看到这个小孩 不要租他漫画 是有到这个程度 然后就是 但后来那个漫画店 好像还是有租给我 好可爱哦 很夸张耶 这个小孩 她是拿照片吗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她怎么搞 或者是她拉着我去吧 我记忆有点模糊 但是反正就是 我这个漫画的回忆 真的就是很痛苦耶 很棒耶 王家的徽章 看起来蛮好看的 还不错耶 就是 对啊对啊 妈 干 干 你娘 干 你一松懈 就中了她的圈套 你刚才很真心 她刚刚一度踩进了这个陷阱里面 想说哇 小迪你也懂 你知道是不是 大家可能会不太理解 就是说 为什么我要那么生气 或者是就是 她没看就没看 都怎么样 就是我其实不在乎 就是我不建议你看或不看 可是就是你一旦跟我讲 你看了 我就想跟你讨论 或者是你觉得不错 我就会想跟你讨论 就是你觉得哪里 我会怎么样 然后可是就是 看他妈的旋转门 就是我就是注定了 会被小迪旋转 我没有办法 就是我认了 我认了 小迪你就旋转我吧 他要开始解释了 你听小迪怎么说 可是不是 可是我看这封面 真的是我会喜欢的 对因为我现在 你看我打开了三个网页 有维基百科 还有那个 这什么皮克帮 一贯的套路 对这风格 我觉得蛮不错的 好啦不要查了 不要查了 大家都不用在意 王家徽章 或尼罗和女儿 这是专属于 我跟我妈之间的回忆 你们都不要介入 你们都不要介入 越这样讲 大家感觉越想看 你知道如果 现在可以许愿 就是说 你可以得到一个东西 你们有想法吗 你们会想得到什么 你说 你想要什么 就是我想要那个 阿强以前写的 你写的言情小说的 这些内容 你觉得多少 你愿意卖 就让小迪 看一本就好了 我跟上 这个是 你杀了我吧 你杀了我比较快 我跟上 其实我毕业也写过 但是我是不会给 任何人看的 就是这是 专属于我自己 对于跟我自己 成长的回忆 没有人 没有人需要知道 没有人需要看 不用 不用完全不准看 你们全部都给我滚开 不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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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发音很棒 那我问你 可是你是 你是还留着吗 还是怎么样 我还留着 不准看 除了我死 阿强的表达能力 是厉害的 我觉得是 人群之中 PR 可能至少有 9899 不准看 不准看 很顶尖 不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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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好奇 如果小朋友看了 不知道小鸟鸟 会不会有反应 不会 有点肿胀 她是不是看了 什么美女 没有 我看了阿强姐姐的 BL漫画 没有 可是BL漫画 我当年是写在 无名小站 所以删掉了 不是漫画 BL小说 但就没了 异性恋性像的 我还留着 但就是 你也是很多蛋糕 好可以切 不准看 我身边有些朋友 以前也是 陆陆续续都写一些 小说类型的 或是漫画的 我都觉得 很有灵魂 这其实很需要 有创造力 然后我觉得 都有它 都有它独特的风格 我都觉得 闭嘴 不准看 不准想 不要讲 不要说 不准想 有没有感觉到 那个小说里面 可能也会有这种对白 不要看 不准碰 我没有爱你 不准来 不要再靠近我了 但你觉得 你那时候的创作 就只是脑中 有一些想法 然后就只是 想把它写下来 不是啊 肯定是因为 我看了一些 言情小说 跟一些 就是中恶的东西 然后幻想出 自己的中恶世界 就平平凑凑的 就做成了一个作品 对 就是我那时候 喜欢什么 你把它写出来的时候 你会想说 会不会有一天 如果有 懂我的人 也看到了 你就会觉得 戏也蛮不错 所以其实那时候 小时候 我是有把它 就是发布在 可能什么 PC home 爆台啊 我就是那时候 无名小章 我好像也会放 那时候 有笔名吗 这个可以讲 这个可以讲 我跟你讲 那时候的笔名 叫做水炼 所以你知道 我叫什么吗 我叫做火炼 水火 好酷哦 所以是爱炼的 炼的那个炼 对 但因为我觉得 他取得怎么这么好啊 我都想不到 什么好的名字 我懂耶 你懂什么 你说嘛 你说你是火炼吗 你不是 不是不是不是 因为我以前 也是玩网络游戏嘛 我以前玩天堂嘛 然后因为我堂哥 他就很会取名字 因为以前天堂里面 有妖精嘛 就是长发飘逸 然后他的名字叫 飘零浪子 我就觉得哇好帅哦 你知道以前很喜欢这种 很帅的这种名称 然后他后来还有取过一个名字 叫足梦旅人 然后我都觉得 哇他怎么这么会取啊 然后因为 你知道妖精拿个弓箭 然后足梦 就觉得哇好帅哦 因为我跟他玩不同伺服器嘛 所以我都会用他的名字 脱取你知道吗 所以在别的伺服器 为什么我都想不到这些名字 你知道我哥 你知道我哥天堂名字叫什么吗 叫什么 他叫幻影腿狼 就是一个莫名的名字 幻影是那个 幻影就是幻影 然后腿是不知道哪来的 就是我哥可能替台旋道 哦 腿狼 你是有影迷对吗 好帅哦 是腿狼哎 啊你知道我自己取的话 我自己叫什么名字 你叫什么 我叫奈米鸡 我只是取得出这种东西 你为什么叫奈米鸡 为什么叫奈米鸡 因为以前很流行 奈米啊 就是说什么东西 小到跟奈米一样 我就觉得奈米鸡好像蛮可爱的 现在好像人家都在讲奈米鸡 在笑别人 对啊 笑老二啊什么之类的 那边奈米鸡 好那再一个就是 他叫做姬一阿家 他说在梦里大喊汪汪的女子 给了五颗星 他说第一次在Podcast留言 就献给你们了 每天上班下班 都在听色情守门员 听到昨天晚上 睡觉居然梦到遇到你们 梦境里因为看到你们太开心 直接大喊一声汪汪 结果一个把自己惊醒 发现睡在隔壁的男朋友 一脸错愕的看着我 看来梦里梦外 我都大喊了一声汪汪的 真的是超喜欢你们Podcast 直接喊出汪汪这个超酷 超可爱 对啊 好的那我们再来 最后念几则赞助吧 那接下来来的是一位叫做 KS Knight 然后他接连赞助了我们三笔 分别是59 201 314 然后但他一句话都没留 我现在在想 我可以把这些数字加起来 会是什么吗 不是9加 201 加 314 574 我就爱你一生一世 解锁了 解锁了 我就爱你一生一世 你怎么知道的啊 不知道念出来就答案就出来了 真的耶 5920 201314 哇 我就爱你一生一世 真的耶 哇 好有心都可以的 好赞哦 而且那一昌就是 是一个就是 也会常常来私讯我们 然后我们会聊天的 就是小弟 然后他之前就有话 就是做了一个佛像 我知道我知道 就是谢谢你 5920 1314 yes 没错 帅 好的 谢谢你 那接下来下一个的话 是叫做Carlin 然后他写了 我喜欢 然后就 赞助了我50元 谢谢你Carlin 我喜欢 谢谢Carlin 谢谢你的喜欢 好的 接下来就是再度出现的 HWS822 他说 我又出现啦 就是上次过年时 喝半逛XO 然后斗内那位 今天是2023年8月22日 是我的生日 有个小小的心愿 就是希望能听到 石稿阿强小迪 祝我生日快乐 能让我达成这个 小小的愿望吗 拜托拜托求求你 然后括弧 这个可以用唱的吗 我可以上去吗 里面那个 拜托拜托 拜托拜托 拜托拜托求求你 然后斗内金额1560 因为想给你们 三位艺人一个520啊 然后大于小于 今天好多爱 拜托拜托 我可以上去吗 好不容易 祝你生日 快 祝我可以上去吗 我刚试图想要用 就是我可以上去吗 然后唱 就是我可以上去吗 的歌 但好难哦 石稿你会吗 好像有点难 所以是把生日快乐 我祝你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吃蛋糕 我喜欢吃蛋糕 好棒哦 我刚刚完全无法 祝你要快乐 我马上写出一首新歌 其实照我们这个情况 每次一直在祝人家生日快乐 其实好像已经差不多要写出一首 我们自己的生日快乐歌了 大概就那几首在轮播 没错 8月22生日 虽然今天有点迟了 但是也是祝你生日快乐 祝你生日快乐 谢谢你 谢谢你的1560 谢谢你的520 520 爱你 然后接下来的话 是一个没有留下名字的人 他说 好想要三小暴踢 拜托拜托加开 然后他赞助我们520元 那关于三小暴踢的话 其实因为我们现在 就是周边祭出一阵子了嘛 然后那接下来 其实我们有一些库存啊 所以其实我们还会有第二波 就是 所以那时候你应该可能可以抢到吧 密切注意 谢谢你 520 谢谢你 虽然你没留下名字 但真的谢谢你 然后下一个的话 他是叫做社畜难敌 他说第一次听到瑟瑟 是日本非法打工仔那集 出现在Google页面 然后从头开始听到 很多交友软体的故事 让我这种从来没用过的宅男 大开眼界 然后接续着史迪强的三人点滴 也是让我下班后 可以放很松的大笑 目前已进入第二轮 听到笑点还是会笑还嗨 827是我老婆生日 可以让史迪强唱生日快乐歌吗 谢谢啦 然后赞助了69元 那马上我们就要开始 唱歌咯 好 那下一位他就说 小姐姐你会仰视吗 他说 2 3 4 5 6 6个字 他说47分钟太短咯 然后赞助了我们100元 这个47分钟这件事呢太短咯 真的有点短 我剪完问大家 你们会不会觉得有点太短 然后阿强跟我说 不会啊 我觉得还真的好笑 结案了 那天的对话就这样结束了 那一天 因为那一天那次初剪是我剪 然后所以其实我就是先把它剪到了很短 真的是因为那天我们大家没什么 讲什么好笑的话 然后就是与其容不如要好笑 所以就是短一点 所以就是大概是这样 你知道我曾经有看过那个 有人讲康永哥 你知道怎么样吗 就是康永跟小孩子他们不是合作很久了吗 然后以前就是小孩子好像都会说 因为小孩子可能有时候想要回家 干嘛干嘛 然后他就说 看我哥有时候都录很长怎么样的 对 但他其实好像到某一集的时候 他突然懂了看我哥的用心 他就说因为 就是你那种够扎实 我们到时候在剪的时候 我们才有机会把好笑的东西剪出来 你懂吗 就是康永哥那时候也是这个心态 所以后来就懂了他用心良苦 对 所以其实跟 例如说 诶 时高一边撤 我们说 诶 我们要多讲一点 对啊 我都说一直那个说 诶 差不多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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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可是我们就算我们很尽力了 已经两三个小时了 但在剪的时候 就是还是 我们就是想要留精华给大家 因为有时候 对啊 不见得两三个小时 都是完全可以适用 难免有时候好像就会 难免会出贼 所以就是 对 有时候会走偏啦 没错 最喜欢走偏的就是我 小姐姐你会仰视吗 向大家道歉 向大家道歉 好那下一个叫做贾辉哥 他说 史基强你们好 我是新来的小弟 目前只听了大概十几集 你们是我第一个 会一直持续听的Podcaster 真的好有共感 特别是实稿 以下条列共感部分 一 不吃生食 二 很爱恐慌 三 狂抓蝴蝶 四 三十共玩 五 瀑布娃娃 六 大杯揍车 然后我也是软工 真的很谢谢你们带来欢乐 要一直拨下去哦 赞赞 然后赞助了两百元 然后我真的是 仿佛是我的复制人 哇 全部都中吗 史考真的 我们也要再帮他做一件T恤 就是 一 不吃生食 二 很爱恐慌 三 狂抓蝴蝶 四 三十共玩 五 瀑布娃娃 六 大杯揍车 其实想一想 其实他那件衣服 就写四个字就好 瀑布娃娃就OK了 如果穿一件T恤 写瀑布娃娃 其实有一种可怜感 蛮可爱的 而且我想说 就是这个东西 仅限给所有的工程师 朋友们 喷喷梦 就是你们每个人 都可以穿这个 瀑布娃娃的衣服 老板叫你做什么 可是我是瀑布娃娃 小迪你要说啥 我就说 因为瀑布娃娃 让我想到以前 一个很流行的 叫乌毒娃娃 对 可以坐在一个乌毒娃娃 然后就有点瀑布感 看起来有点可怜 诶 但我想穿这件 瀑布娃娃衣服 这衣服我想看你穿 感觉可以用刺绣 电袖 破布娃娃娃 这样才有布感吗 诶 真的谢谢贾辉哥诶 真的是不错 那下一个的话 他叫做非常抱歉的H先生 说抱歉抱歉 我是那个忘记领包裹的贺先生 和你多花电话费 打给我抱歉抱歉 这个一百块 这个一百块补贴 给你电话费 抱歉抱歉 真的抱歉 然后赞助了我们一百元 诶 那小迪收到这个一百元 你心情怎么样 心情很好啊 心情愉悦啊 诶 你不只付了 自动电话的电话费 你还帮 所有人的电话费 都付了 因为我打给你 没有这么贵 还有解决费也付了 真的是 谢谢你非常抱歉的H先生 谢谢H先生 谢谢 贺先生 那下一个他叫做可颂 说入坑podcast一个多月 在大概三个礼拜前 偶然听到色情守门员 在听了二十分钟后 决定从第一集开始 国湖因为二十分钟就爱上了 从头开始才能了解 其中的脉络如何 好快三个礼拜过去 终于把所有都追完了 真的好幸运 能在一开始就听到 这么好的频道 开心之语 能尽一点微薄的心意 谢谢你们做出 这么好的节目 爱心 就是恋爱心 我先不讲他赞助金 而然就是 他那个微薄的心意 那个微薄的薄 是薄起的薄 我不知道你是故意的 还是不小心打错字 因为我也很常打错字 但你这个微薄的心意 我也挺喜欢的 所以他赞助了我们520元 谢谢你可颂 谢谢你可颂 谢谢可颂的微薄心意 微薄的心意 OK的 是不是觉得有点 种种胀胀痛痛的呢 小鸟鸟 种种胀胀 就是微薄的感觉 天凉了 起秋了 就是最后一个 这个竟然可以贯穿 就是全部的 就是这个 种种胀胀的感觉 很棒 这里是一个完美的ending 太厉害了 这个可颂真的是 浑然天成 对啊 那再次谢谢以上赞助 可颂 还有H先生 贾辉哥 小姐姐 你会仰视吗 射出难敌 神秘的侠客 还有HWS822 Karlene 还有KS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YES 哇好 哇很快的 我们这个一集又过去 一周又过去了 没错 那大家 这集有什么印象深刻的呢 实在是印象深刻太多了 这集真是好充实啊 近两集真的很充实 即四十分钟 四十七分钟之后 我们都还蛮充实的 哇 那个是跌到谷底之后的一个反弹 思考不会再听信我 我说 这样差不多可以了吧 他现在就是 对我不肯再信了 我一直讲一直讲 他都说 不可以不可以 再两个 这个也是你看 九十四集 第一次相信 然后就出事 所以 你懂吗 你懂吗 所以接下来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就是接下来的 往后的九十集 可能都不会再有 类似的情况发生 可恶啊 可恶啊 好啦对啊 其实今天聊的东西很多元啦 但其实就是围绕在一件事情 就是可能从一开始 基因嘛 然后讲到家庭对你的影响 那还真的在我们身上 都有看到一些诡计跟影响 对 那大家如果听了 其实有共鸣 看我们分享 好的 那大家就是我们 下礼拜见 那也可以十月十四号见 或是十月或十一月见 或十二月见 或一月见 或二月见 或三月见 或四月见 五月见 或六月见 就是中文言之 没错 下礼拜见 拜拜 再见咯 拜拜 再见 咯